亚太报道 美籍香港抗争者拒报前往美领馆求助时被拒绝 稀土生产大国便进口大国 中国稀土策略面临困境 替武汉新冠受害者维权的杨战青和家人被蓄意抹黑 威胁和施压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十四五规划建议稿 同时打破了过去三十多年五中全会的惯例 提出2035年的远景目标 有评论认为这显示习近平长期执政的意愿 规划也提出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提高捍卫国家战略能力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历时四天的中共五中全会周四闭幕 中共官方当晚发表会议公报 全会公布一如以往 通过有关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全会公报提到 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且要在经济和科技实力 以及综合国力有大幅跃升 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有学者认为历届中共中央全会 指定的五年计划仅限于短期发展 但十四五规划 却把时间跨度提高至2035年 广东异议人士王爱中解释说 至于他提到未来15年长期的一个规划 这已经形成这些年的一个惯例了 比如他所谓的200年 包括百年未有之变局之类的说法 都是强调政权的 它一个责政的长期性 来给这个责政 给民众提供预期 对这个可能也是跟当前 这个执政党面临的一些危机有关 另外 全会提出 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实现国父和强军相统一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加强机械化 信息化 智能化 融合发展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全会将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中共今年面临的严重冲击 却未提中美紧张关系 公报提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统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 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防范和化解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 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对此 王爱中对本台说 中国文史学者许国志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令人意外的是五中全会公报并未提到民营经济 他相信未来要走的是国际民退之路 会议公报说 全会高度评价全面建成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 对此 许国志说 按照五中全会的表述 中国已经成为全面小康社会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前教授杨烧正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此次会议公报和以往比较并无特别之处 五中全会的公报我大致看了一下 我感觉到它没有什么新意或特别 它和中国共产党四九年以来的那些 离次的中国共产党的国资会议的公报是一样的 第一就是在讲它的成绩 他们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巡大的胜利 第二一个呢 既然他们有这么大的成绩 那么下一步他们就要干什么 他们的永远的这个目标要实现 新华社报道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98人 后补中央委员166人 中央纪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会议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刚刚落幕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中国到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并首次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详请请听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会议公报预计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 强调要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但是中国在科技上真正实现自给自足 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时光 9月在财经发文阐述 中国总体上高度依赖美国技术 处于技术净出口的被动地位 中国青年经济学者温克坚告诉本台 科技自立自强和经济内循环 当下国际政治环境都有关 可能是现实权衡下不得已的言辞技巧 科技本身应该是交流开放相互学习 然后呢有一个基础的这个教育体系的这个改变问题 我觉得科技创新本身可能是马拉松 是一个长城的竞赛 从2018年8月 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到2020年美国商务部 先后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美中科技脱钩的趋势不断抬头 中国2020年芯片进口预计将连续第三年保持在3000亿美元以上 但美国也在加大半导体的出口管控力度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马丁拉瑟告诉本台 中共说的容易做的难 中国仍然在多重领域依赖着外国科技 半导体是中国的阿卡留斯之种 芯片对数字经济和现代军事直观重要 由于中国缺乏技术诀窍 并且在半导体制造设备方面完全依赖外国资源 中国跟目前的世界先进水平仍然存在着好几代差距 并且在努力追赶 美国智库马可波罗本月发布的最新报告称 到2025年 中国科技生态系统会成熟到比肩硅谷 云计算市场预计于2022年超过300亿美元 但是该报告指出美国对半导体的出口限制 可能会成为中国铺设新基建的刹车器 中国在芯片供应链上会脆弱的受制于外国干预 而在人工智能领域 该智库发现前1%的顶尖人才中 美国国籍有29% 中国国籍为9% 但这些顶尖人才有六成人在美国工作 在中国工作的只有1% 中国政府并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 建立理想的激励机制及研究环境 美国对华为的出口管制升级在9月15日生效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近日表示 求生存是华为的主线 据澎湃新闻报道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今年9月在北京的演讲中坦言 中国目前还造不出自己的先进芯片 他承认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 反对美中科技脱钩 并强调中国要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波 也认同任正非把基础研究比作是灯塔 他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 中国在深度学习研发上落后于国际水平 要想冲击AI的无人区比搞两弹还难 美国人灯塔要对中国关闭怎么办 张波豪情满怀的说 美国灯塔管它亮不亮 我们都要在新的航道上造个新的灯塔以照亮新的航道 美国正在对中共海外的统战渗透进行识别和清除工作 美国国务院在最近的公告中宣布将参照孔子学院 将美国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列为外国使团 国务卿蓬佩奥说 这些统战分支在美国进行政治宣传并散布恶意影响 以下是本台记者唐佳杰的报道 10月2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美国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指定为外国使团 另外国务院还宣布退出一项在2011年签署 旨在促进美中地方政府交流的美中州省长论坛被忘录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指出 和平统一促进会被中共统战部控制 在美国进行宣传并进行具恶意影响力的活动 如今国务院将参照孔子学院美国中心 将合同会指定为外国使团 就是要清楚告诉美国民众 这些团体的讯息来自北京 至日结稿 合同会并未回复本台的采访请求 长期研究中共统战的台湾中研院学者吴建民告诉本台 这是美国对中共统战工作认知框架的改变 美国真的是认真在检视跟中国的交流关系 进到公民社会这一层 重新发现出他其实对方的交流这个对口 其实背后是国家在控制 本台在10月29日查阅中共统战部网站 港澳台下属的直属社团单位 于2009年3月开始列出了美国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介绍写道 合同会于1973年2月由华盛顿地区一批保调人士发起成立 其中大多是早年的台湾侨胞 此会的宗旨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最终统一 在海外进行反读促统的活动 吴建民认为 在此时探讨创建人为台湾移民反而模糊了焦点 重点应该放在了解中共统战工作的全球运作 他提到 由统战部第三分局直属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办公室 会长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 而这类统战组织在海外的发展模型有一定的套路 统促会是一个全球的组织 最初都是从海外的国民国家它的桥市 在桥市 华侨 不管是老桥或新桥 成立这个统促会或合同会 这参与者也会包括留学生 会涉及到一些华文传媒的工作 社会基础做组织 然后慢慢的再从这些华人社群 桥市作为跳板 再慢慢进入渗透到当地的社会的主流的这个组织当中 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反驳蓬佩奥对中国利用统战 带外国实施渗透的指控是恶意诽谤 强调中国旨在推动正常民间人文交流 研究中国渗透的台湾中研院学者林宗宏认为 这刚好符合中共在海外多条支线的模式 通常以外交部国台办坐在台面上推广政策抗议交涉的代表 台面下则由统战部的支线去侧面进行渗透 制造内部混乱带风向或是散布假消息 而中共统战跟民主国家的公共外交概念有何不同呢 林宗宏对本台表示 从公民社会自主性的强弱 及媒体的自由度来看差别非常大 那国务院或者是台湾的外交单位 他想要透过一些民间团体去从事外交 那些民间团体还是有相当的自主的资源 自主性会做选 有时候也会跟官方产生不一样的态度 或者是立场 对甚至会有批评 这个海外的统战团体上面 基本上是观察不到这种自主性 或者是批评中国官方的声音 相反的他们完全都是 基本上都是彻翼 就是遵照跟着党走 吴建民还说 种族联系是中共海外统战影响力的基础 统战部利用爱国华侨这个词 重新定义朋友与敌人的区别 近几年 相关中共代理人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造成的社群分裂及中国渗透 也逐渐受到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家杰 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在29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美国国防部部长艾斯珀 透过美国和中国军方的危机沟通会谈 澄清关于美军可能使用无人机 袭击南中国海岛礁制造十月惊奇的谣言 美中关系剑拔弩张 有可能会擦枪走火吗 以下是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在记者会上表示 两国的军方在十月28和29日 举行了危机沟通工作组的视讯会议 也曾经在20日就进行过电话沟通 保持两军的和平稳定关系 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吴谦透露在视讯会议上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曾经澄清美军可能使用无人机 袭击南中国海岛礁的谣言 并称美国无意与中国制造军事危机 美国之音有报道指出 危机沟通工作组会议 是近年来极少公开提及的机制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 兼任研究员司马乔丹就告诉本台 两国具有危机沟通的渠道 是良好的发展 今年9月 美国空军杂志在一篇报道中 披露MQ-9死神无神机 展开打击海上目标的演练 该篇报道的照片显示 参加演习的美国空军人员的背章上 印有代表中国地图的红色剪影 叠加着无人机的图案 此篇报道激怒了中国媒体 环球时报在9月29日的一篇社评上 环球时报谴责这篇报道 无疑是华盛顿在加紧对中国的战争准备 特朗普政府也可以一次制造 10月惊奇转移选举焦点 但是相较于环球时报暴跳如雷 美国的媒体并没有太多的琢磨 美国军方的独立报纸 《星条奇报》在报道中说明 描绘潜在对手的弊章 在空军中具有悠久的历史 美国基库兰德公司的东亚专家 哈洛德也认为 美军发动攻击的可能性非常低 我认为几艘船之间 非常局部的冲突较有可能 而非持续数月或数年的长期战争 哈洛德告诉本台 双方军舰互相挑衅的几率很大 也有可能会使双方的关系僵化 但是要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不高 美国政府近几个月来 针对南中国海域采取强硬的立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9日与印度尼西亚的总统 以及外交部长会面之后 也称赞印尼政府为了捍卫他们 在纳图纳群岛附近海域的主权 而采取的果断行动 并表示将寻求与印度尼西亚 在南中国海合作的新方式 确保海域安全 哈洛德认为美国政府无意在南中国海 引发与中国的各种形势冲突 至始至终美国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美国认为南中国海是一个国际海域 中国所声称的九段线主张 并没有合法性与正当性 该地区各国应透过国际法律解决争端 印度尼西亚的外长勒特诺 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告诉蓬佩奥南海必须维持稳定 必须遵守国际法 任何主权宣称都必须以国际法 和联合国海洋公约为基础 今年7月 蓬佩奥就曾经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发表声明 称北京南海的主权声索完全非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聘杰 华盛顿报道 四川成都当局对当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打压 白热化 据悉 被视为重点打压对象的秋雨圣约教会 由警员以查身份证为由 持枪闯入信徒的家中 而早前被公安带走的长老李英强 目前仍被软禁 请经记者高峰的报道 成都当局对于秋雨圣约教会的打压持续升级 有消息传出 近日一批持枪警员 抢行闯进民居搜查 警察命令年过80的户主和其他教徒站立 交出身份证并配合拍照 秋雨圣约教会一名要求匿名的教徒 对本台表示 事发时他并不在场 不了解细节 只能说自己对此既惊讶又麻木 这个肯定是让人很难接受的 或者说很惊奇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知道自从129以来 我们经历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觉得惊奇 因为我们有很多被出格的恶意的对待 也有很多让人想象不到的一些的对待的方式 那无论是言语上的 行为上的 教徒口中的129指的是2018年12月 当局以寻衅滋事等罪名为由 逮捕和传唤秋雨圣约过百名成员 为连串打压揭开序幕 到去年年底 教会领袖王仪牧师 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 被判求9年 两个多星期前 长老李英强 被以涉嫌寻衅滋事遭公安扣查 同日获释后 持续受到严密监控 他说 最近一个月 包括李英强在内 有至少5名长老和信徒 被当局强制传唤 而每逢星期天的崇拜 也屡遭警方上门滋扰 每到主日警察就会上门 就会阻止 当然他们的理由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不准你们参加 这一个已经被取缔的 非法的宗教活动 所以他们上门 基本上就是要传唤 跟你讲一些他们的那些的 各种各样的威胁的话 各种各样的恐吓的话 通常来讲 一直会到主日结束之后 他们才会结束这个 自两年前 中国道路修订 宗教事务条例后 当局持续向秋雨圣约施压 但接受采访的信徒强调 面对压力 他们绝不低头 因为圣经会教导我们说 不可停止聚会 当到了一个地步 我们退回到家庭当中去的时候 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人的 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 我们在自己的家里 唱诗 祷告 读圣经聚会 那如果还是不允许 那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我们会坚持我们 主日这一天去敬拜上帝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关注事件的北京基督教教会长老 徐永海表示 疫情下很多家庭教会都步步为营 聚会可免则免 我们一直不能够公开 不能跟他一起聚会 这个我们也尽量避免他 没办法 因为这个疫情就在中一 一个疫情是这情况 大型的这个聚会和活动都没有 可能官方的三次教会 可能都没有恢复 他以这个利益打压你呢 他更立志去抓了 我们不得不通过网络 有分析认为 秋雨圣约教会被当局视为眼中钉 与成员积极介入公共事务有关 以往教会经常举办上访者团契 关心政治犯家属 反对堕胎 并建立自己的教会学校系统 而主任牧师王仪在成为基督徒之前 是法学家和宪政学者 具备个人魅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 虽然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 但疫情初期 湖北及武汉地方政府掩盖疫情爆发真相 打压吹哨人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然而不仅受害者家属被官方警告威胁 连维权人士和他们的家属 也受到当局的各方面打压 请听本台记者肖一斌的报道 在中国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之际 新冠死亡者的家属 向湖北省政府 武汉市政府 和有关医院提起诉讼 为疫情初期 因官方掩盖信息和工作独职 而去世的家人维权 3月6日 由来自中国 9个省市及旅外访学律师 发起的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立 为向政府追责的新冠肺炎死者家属 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然而不仅维权者受到当局监控 顾问团成员及家属也遭到官方施压和威胁 新冠肺炎受害者家属张海告诉本台 当局监听他的电话 微信 并冒充他在维权聊天群里指责 法律顾问团联络人 旅居美国的杨战青及法律顾问团 骗取高额律师费 随后冒充杨战青抹黑他 称其向杨战青索要巨款 他们就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群里面 就是一个人冒充我 指责杨战青 说收了我10万块钱的律师费 让很多家属放弃 所以说他们的用戏是特别险恶的 他们是两边操摇 张海说 他和杨战青及法律顾问团 没有任何经济往来 8月30日 张海发布首写公告 称杨战青并没有收取任何酬劳 并感谢提供的法律支持 法律顾问团合伙人杨战青回复本台说 这是完全是公益性的 因为当时在武汉封城期间 那个时候就发了很多公告 明确的说明是免费的提供法律服务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不管是事前还是时候 杨战青表示 他本人受到多家中国地方媒体的贬低和抹黑 河南精彩中原网 香港大中华通讯社等 撰文称 杨战青是卖国贼 反华分子 称其与美国境外势力密谋 杨战青说 他在国内多年不联系的亲属 因他提供法律援助而被公安多次威胁警告 被非法传唤 官方还强制他们签署保密协议 杨战青的姑姑也受到当局传唤 并威胁说他的孙子孙女上大学会受影响 杨战青告诉本台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所有律师 都有受到当局威胁警告的遭遇 杨战青认为 中共当局态度越来越强硬 不愿像以往一样妥协和解 并成立基金会 为受害者家属提供一定程度上的赔偿 反而出于维稳目的 以打压威胁的方式 向维权者和维权人士及家属施压 要求撤诉 据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新闻稿 顾问团希望通过提供法律援助 在监督政府承担责任 并汲取防疫教训的同时 推动中国防疫事业的进步 避免悲剧再次上演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萧一斌华盛顿报道 香港独派组织学生动员前召集人 钟汉林日前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寻求政治庇护 但在领事馆外被港警拘捕 其后再有四名社员人士 尝试进入领事馆 但都被拒绝 其中一人据悉是美国公民 美国驻港澳总领馆 拒绝评论事件 美领馆被指拒绝本国国民求助 背后有何考量呢 请听记者吕希 文海新的报道 前香港学生动员召集人 钟汉林 周二早上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 寻求政治庇护 但在领事馆附近 被香港警方国安署人员拘捕 有报道说 之后再有四名生日人士 尝试进入领事馆 但被拒绝 写出他们的在英国港人组织Friends of Hong Kong 回复本台查询 确认事件 并表示其中一人是美国公民 美国之音访问了一名 自称是王同学的寻求庇护者 他表示 自己在美国加州 盛河西出生 在香港长大 今年二十岁 是美国公民 他们原本一共六个人 打算星期二早上 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帮助 其中五个人寻求政治庇护 他本人就以美国公民身份 寻求美国政府的帮助 不过早上 其中一人被国安拘捕 另一个人退出行动 下午被国安带走 其余四个人下午五点钟 进入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 报道引述王同学表示 领事馆里头负责公民事务的官员 跟他谈话 最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 在保护我的方面 他们做不了什么 领事馆最后下令让他们离开 至于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帮助的原因 王同学表示 自己是前线抗争者 面临起诉 担心得不到公正的审判 而他和几名同伴 都在国安当局的监控底下 所以担心个人的人身安全 王同学表示 在保释期间 被要求交出所有旅行证件 因此无法离开香港 因此最有希望的是 美国政府出面帮助美国公民 回到美国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发言人谢汉伟 回复本台查询 表示出于隐私的考虑 无法评论与美国公民的交流 发言人又重申寻求庇护 只能够再抵达美国之后提出 中国维权人士胡加调塑本台 据他的了解 过往成功进入美国驻外 使领馆赴美的 只有八九年六四以后 逃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 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副校长方立之 以及一二年逃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 赤甲律师陈光诚 当年胡加参与了 营救陈光诚的行动 他向本台透露 从零六年开始 他和中国的维权人士 就一直向美国驻华外交官 反映陈光诚被软禁的情况 以民间力量 长期向外交官游说以及施压 因此当陈光诚在一二年 从山东逃到北京以后 他的个案 就由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 骆家辉 上达到国务卿希拉利 在请示总统奥巴马 进行两国之间的高层谈判 他表示 目前的美中关系 和香港抗争者的情况 难以相提并论 力量不足 就是说在影响力 在前期的铺垫 外交啊 各方面舆论 仍然无法和 那个八九的世代 以及这个后边 陈光诚这种长期的 强大的反对 堕胎力量的 在中美关系 在如此冲突的 这个他有很多的事情 要忙于大选 忙于各种方面 处理国内的新冠 病毒肺炎的事情 然后那几倍香港手足 所想要就是寻求的 这个帮助 能不能把这个 这种动议放到国务卿的那个办公桌上 都表示没有太大的这种信心 不过对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 被指拒绝美国公民的求助 胡椒认为做法有限妥当 他表示 即使求助者旅游证件被扣起 领事馆也有方法核查自己国民的身份 并精力提供协助 真的是美国公民的话 我觉得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这个做法 有点简单 我不能叫粗暴 反正就是就有点流于简单和武断了 那你就应该给他一个 去核实他身份的这样的时间 然后的话 并且给他提供 就是针对美国公民的领事保护 这样的话 领事保护 这个领事保护并不一定说 我拿我的外交居所来庇护你 但是其他方面的话 也应该是有的 这样的话 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 美国在跟中国大陆 在跟共产党打交道的时候 并不缺乏这种经验 他呼吁社会舆论继续关注事件 期望美国外交机关重新研判情况 而周二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面 被捕的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 被控告一项分裂国家 两项洗黑钱 以及一项川普发布煽动性刊物罪 星期四提堂 裁判官拒绝保释申请 及时还押 案件押后到明年1月7号再世 钟汉林的案件是港区国安法 实施以来第一次以分裂国家罪正式起诉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赵对本台表示 在国安法当中 反分裂是第一重要的工作 在条文上 虽然在香港分裂国家罪的刑期 比在中国要轻 但刘瑞赵表示实际决心上都是零左勿右 大家可能有一个错觉 就是在香港松动些 但必须要看过去的经验 就是共产党说针对一小撮 而非打击一大部分 但结果往往就是针对一小撮时 客观效果就是扩大化 实质上打击了一大片 这个意识它要达到净若寒蝉 自我收缩的寒蝉效应效果 主张香港独立的组织 学生动员早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以后 已经宣布解散香港本部 成立国外分部 中汉林也宣布持任召集人 并重申再没有以学生动员名义 发布任何违反港区国安法的信息 港府也一直重申 国安法没有最速期 但港警现在7月底 以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拘捕中汉林 金瑞在以分裂国家罪正式控告他 港区国安法当中的分裂国家罪 首要分子或者罪行中大者 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或者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和中汉林同一天被捕的 两名前学生动员成员 目前获准保施 美国国务院谴责香港警务署 逮捕和拘留三名学生民主活动家 批评香港国安法继续被用来扼杀持不同政见者 和削弱香港人的个人自由 而不是确保安全 说来自电台记者旅希 文海星 香港报道 美中贸易战开启后 双方积极寻求博弈筹码 作为稀土生产大国的中国 通过配额以及限制出口来制衡美国 然而中国的这张王牌近期似乎面临着困境 请听记者 韩杰的报道 中国自2006年开始 陆续就稀土开采实施一系列政策 包括对矿种实施规划调控 限制开采 严格准入和综合利用等 然而 这些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措施 引发了稀土产业界人士的不满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引述中国最大稀土生产商 北方稀土集团 一位高层人士的话说 开采配额严重打击生产商的商业利润 同时还造成稀土供应员的不稳定 尽管中国去年11月 将稀土年度产量配额上调10% 至历史高位 今年也继续增加约6.1%的份额 不过金融时报的报道提到 中国今年上半年的稀土进口 较去年同期迅速上涨了74% 一名曾在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任职 但不愿公开身份的知情人士 告诉记者 让中国稀土业者大吐苦水的 其实是因为从他国进口加工过的稀土 价钱高昂 打个比方 直接卖稀土一吨能卖一块钱的话 出加工后 稀土可能一吨能卖三块钱五块钱 然后出口到日本和美国 日本美国卖回给中国的稀土类产品 一吨可能就达到了800到1000块钱 中国多年来一直是全球最大稀土生产国 2019年的公开数据显示 中国稀土开采量约占全球稀土开采总量的60% 然而随着中国稀土战略引发的政策市场改变 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中国 从2018年变成最大的稀土进口国 上述知情人士分析说 早年全球市场依赖中国稀土出口 是因为出击开采和加工稀土对环境影响大 西方国家对此有所顾忌 而中国不顾环境只顾眼前利益 虽然有配额的限制 但是每年出口的稀土量 以及国内的使用量是配额的好几倍 导致国家层面的配额及限价全部都是虚的 据介绍 有工业维他命支撑的稀土 是17种金属元素的总称 用途广泛 从日常生活用到的石油精面用催化剂 玻璃及陶瓷的染料等 到特殊领域用途 如电子、核能工业、超导体等 是高科技产业中不可或缺的添加剂 也是对适要成为工业和科技强国的中国 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而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牺牲环境 对中国来说似乎也是家常便饭 中国正遭遇着 忘顾环境带来的污染问题 美国纽约时报2013年就曾报道 中国北部持续了20年的稀土精炼生产 所泄露出来的放射性有毒物质 一直缓慢地渗入地下 毕竟黄河 位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 也因露天稀土开采厂的强酸等 腐蚀性物质流入地下 破坏附近的稻田和溪流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威洛博士 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就批评 中国从来不考虑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反而常常聚焦于资源产出量的最大化 网维洛还严厉指责中国政府浩大喜功 追求只利于大财团或个别家族的经济利益 执意发展庞大的工程项目 破坏环境后又浪费资源 启动计划试图修复环境 最后造成恶性循环 自于阿州电台记者韩洁 华盛顿采访报道 台湾的一架F-5E单座战斗机 29号起飞后坠海 机上的飞行员试图跳伞但仍殉职 国防部宣布F-5E型战机全面停飞检修 国军今年已经发生了三起坠机事故 11名官兵殉职 台湾媒体报道说 F-5系列战斗机自2001年至今 共发生了8起意外 请听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黄志伟 说明F-5E坠海的经过 7点29分的时候 从制航基地编队起飞 起飞后掌机有在无限电呼叫 又发动机故障 7点31分时 在机场北面一里弹射跳伞 朱冠蒙尚尉为29日担任两机领队 执行基本工房的科目 于外海执行训练时 因为不明原因突然坠落海域起火 跳伞获救 但因为大量吃水 经过抢救后人宣告不治 这架飞机是在民国69年11月14号出厂 飞机的总时间是6260小时 又40分钟 上一次完成大检的时间是在108年 9月29号到12月18号执行 黄志伟表示F5型机部队全面停止飞行 执行特检以及调查作业 此为台湾今年第三起国军坠机 总共已经造成11名国军官兵殉职 总统蔡英文29号出席庆祝荣民节活动致辞时 要求国防部务必查明失事的原因 军人这个职业真的非常的辛苦 相信在座的各位体会最深 尤其是最近我们在各个岗位上的国军同仁 都依然不眠不休守护我们的国土和国民的安全 也需要我们全体国人给他们支持 最大的支持 国安局长邱国正20号在立法院备巡时 面对国民党及立委温玉霞质问此案三度哽咽 我们的飞机是不是太老旧了 为什么经常会出事 我所应该表达就是很难过的一些事 过去嘛 老旧是这样 为什么要有军构要有军寿 那老旧我们是不是应该停灰全面检查 不然这是人命关天 我们好不容易培训一个飞行员 对 大概不会全面因为他机型不一样 执行国家安全的工作还是要做 所以国军是面临蛮大难处 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 F5系列战斗机在台湾服役超过40年 从2001年以来已经共发生8起失事意外 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舒孝黄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失事的原因仍必须待空军调查确认 舒孝黄说目前还有很多国家在使用F5战斗机 像包括伊朗、治理、巴西、墨西哥、摩洛格、菲律宾、韩国空军、新加坡、瑞士、越南 他们都还在使用 但大部分可能还在使用 就是比较次要的人物 例如说训练人物等等 舒孝黄提到空军在十多年前就评估将F5改造升级沿用 但是考量其结构受限 即使性能提升也没有办法应付空防压力 所以规划才逐步态换 舒孝黄提到 现在美方同意出售台湾66架F16和征兆夹舱 加上原有的F16IDF也都做了性能的提升 活造新式勇因高级教练机也申请了发展 F5应该会逐步淘汰 殉职飞官朱冠蒙累计飞行时数700小时 29岁的他留下了一岁的女儿 朱冠蒙武空军第七连队官兵组成乐团虎团 并担任乐团吉他手 国防部在脸书悼念引用虎团自创歌曲蓝天的歌词 我想要抓住蓝天穿越千山河万水 用尽生命的一切守护青天白日的家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今年恰逢朝鲜战争七十周年 10月25号是中国官方所定的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官媒从去年就开始铺天盖地地 渲染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 但中国所谓的胜利是一种什么胜利呢 中国真的赢得了战争吗 今天本台记者王允的专题报道 今天播出下集 大体而言 美方在军事装备和空军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而中方则采取了人海战术 中国官方统计的人民志愿军参战兵力为240万 但陈干远两年前在接受美国民进集团采访时 认为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正规的部队通过轮化200将于70万人 后期运输将于50万人 中国的兵力已经超过了300万 占全国军队当时500万人的70% 中国是黄泉拼了人海战术 苏联虽然主要通过中国军队来打这场所谓的代理人战争 但实际上苏军也秘密参战 驻扎在辽宁沈阳的苏联空军 为中朝军队提供空中支援 但美国空军优势明显 让中朝军队损失惨重 张晓明在2002年出版了朝鲜战争的研究专注 压绿江上空的红色雨衣 中国、苏联和朝鲜空战 他介绍说 志愿军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战予中间 最后以实力告终 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的后军队之间 不够 不仅是战线拉长 而且也是不停地遭受美国空军的狡杀 就在第五次战役之前 联合国军队司令 美军五星上将迈克阿瑟 突然被杜鲁门总统解职 在事后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 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布莱德利上将 对迈克阿瑟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名句 迈克阿瑟的战略计划将使美国在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地点 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句话至今仍然在中国被用来证明 美国对中国开战是错误的 并且是美国失败的原因 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冯胜平 1980年代初留学美国 看到了当时刚刚解密的美国朝鲜战争档案 尤其是布莱德利那个讲话 可以说是完全颠倒 布莱德利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在什么场景才讲的 他和迈克阿瑟有一个很大的争论 迈克阿瑟是主张把这个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 杜鲁门解职迈克阿瑟 使得迈克阿瑟把战火引向中国的计划 太死腹中 虽然战争止步于鸭绿江的朝鲜境内 但在五次战役后 相持阶段又整整持续了两年 从1951年7月双方开始谈判 到1953年7月停战 双方边谈边打 战斧规划问题 成为中美双方政治主下的主要问题之一 冯盛平从解密档案中找到了相关的记载 第一次政变的结果 当美方发觉有80%以上的俘虏都变回去 之后发觉了 两万多战俘中的很大一部分 超过一半以上 不是共产党的原始的部队 而是在解放战争中间被俘虏的部队 主要是四川流乡的一部分部队 与此同时 美中双方还有各自的战略考量 导致战争拖延不绝 也让双方死伤人数大幅上升 朝鲜战争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争议的话题 联合国军队的死伤相对明确 美军死亡五万四千人 占联合国军队死亡人数的95% 中方的死亡人数则出入较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许颜少将 在2010年出版的《一期文史参考》发表文章说 中国军队的死亡人数是18万人 但据美国估计 这个数字应该超过40万 目睹了战场杀戮的陈干远 依然不认可这个数字 但这场战争制造的悲剧 布置在战场 陈干远告诉本台 这场镇反运动延续三年 时间与朝鲜战争几乎重叠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 正反运动期间被杀死的人有70亿万 其中多数为国民党旧政权 投降后被宽大处理的人 趁此机会 中国政府也加紧进行土改运动 导致民众被正常死亡 100万到500万期间 用时任中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的话说 就是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想起来 想得很厉害 土改的锣鼓正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 就好搞了 在另一面 为了筹措战争物资 中共政权对农村进行了高额的粮食争够 并在惯性的作用下 在战争后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 加紧了对农民农村的剥削 间接导致了1959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 陈干远认为 这些几乎与战争同时在国内展开的社会改造措施 对中国此后几十年产生了悲剧性的影响 1953年3月 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 当时的苏联政府只是中国停战 中国方面迅速接受了美国的和谈条件 战争双方最后于1953年7月27号 在板门殿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并约定以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克2公里 设立非军市区 恢复南北分支 这场区域性战争的影响 远远超出了交战双方 而是世界性的 山姆威尔斯在新书中分析说 这种战争使得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政治斗争 最终转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冷战 朝鲜战争向西方世界显示出 苏联通过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不断扩张的影响力 这使得美国不但改变了在东亚的战略 与日本、韩国乃至台湾结成了不同程度的盟友关系 也促使北约在欧洲扩边 成为具有超强军事实力的国际组织 与此同时 这场战争也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张晓明认为 国际上的利益考虑 如果在远东地区和中国参加了任何地面战争 任何直接的交调 对当时的美国战略利益上是没有好处 在此后的近30年里 美中之间形成对峙关系 直到70年代末 随着中苏关系交恶 美中关系才逐步解冻 并在80年代进入了蜜月期 吊诡的是 近年来随着两国贸易纷争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加剧 美中关系又再次恶化 在朝鲜战争停战70年后 朝鲜半岛依然是世界最具有变数的地区之一 如果朝鲜局势有变 朝鲜半岛是否会再次成为美中两国的战场 仍然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自由亚洲电台王允 华盛顿报道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 带你直击新闻现场 还原历史真相 突解天下大事 分享嘉宾观点 欢迎访问本台网站RFA.org 或在YouTube Facebook Twitter上搜索自由亚洲 谈赞不设限 新闻无尽区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 期待您的参与 听着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香港警方 逮捕三名支持民主运动的学生活动人士 并呼吁港府立即释放 那些仍被拘留的相关人士 声明指出 受北京当局控制的香港政府 仍在继续打压不同意见和民意 并利用执法手段达到其政治目的 声明还说 中国政府已经违反了 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 所承诺的国际义务 另外 蓬佩奥星期四还呼吁印度尼西亚政府 关注中国维吾尔人的处境 并指出 北京当局对他们的打压 是对宗教自由最严峻的威胁 蓬佩奥在访问印尼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时说 亚加达当局 应该抵制中方提出的 无视其他穆斯林遭遇的折磨的请求 美国全球妇女问题 吴任所大使凯利·克里星期四表示 联合国对外界曝光的新疆人权问题 没有尽力调查 克里引述了媒体之前报道的强制绝育 干部上门走访 拘留营中的性暴力等现象 指出这些情况在当地的女性中非常普遍 中国媒体近日报道说 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 近期在一场座谈会上说 华为面临的困难之一 是中国目前还造不出先进的芯片 华为员工论坛 新生社区近日发表了任正非 上个月访问北大 清华和中科院等院校时的讲话 任正非在一篇发言稿中说 华为如今遇到的困难 是国内的基础工业还造不出 他们设计的先进芯片 而他们不可能在制造产品的同时 还去制造芯片 他说 国家不但要重视科学理论 工程技术的研究 也要重视一些 不以应用为目的的纯研究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